最近马斯克大力动员中国所有参与国际供应链的这些企业 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都搬离中国 去类似于墨西哥这样的国家 不得不说马斯克是一个超级超级有良心的企业家 或者说很纯粹的企业家 因为中国的外贸企业目前几乎是没有活路的 我在今年年初人民币对美元上涨的时候跟大家说过 人民币要解决外贸的问题 叫有计划有步骤有预期的下跌 要对国内的外贸企业提前做好很多准备 特别是人民币在国内的汇率进行配合 大家可以看我以前说的直播也好 专门的视频也好讲 这是我在最早讲的 那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子的 现在人民币这种单边的下跌 加上中国政府的强制的结汇政策 实际上中共是很高兴的 中共在这里面就可以很疯狂很高兴的去割了 所有中国参加国际供应链组织的 这些国际供应链这些企业的韭菜 因为人民币的利息不断下跌 现在又降息了 存款利息等等又降息了 那么中国又有一个外汇的强制结汇机制 所以只要在中国参与外贸的企业 在国际交往过程中 你只要结汇的是美元是外汇 那么最终中国政府都要求你强制把外汇换成人民币 那么你就要把高利息的美元换成低利息的 不断贬值的人民币 那这些美元换给谁了呢 就换给中共了 换给中国政府了 中国政府拿着大量的海量的这种强制性的美元 那这是剥削来的 每年可以获得海量的美元的外汇的利息收入 而国内这些参与国际竞争的外贸企业 拿着不断贬值的人民币 它仍旧要进原材料 仍旧要雇员工 仍旧要存在银行 投资理财等等这些相关行为 但实际上大家就知道了 外贸企业就没有活路了 以前是由于人民币这种贬值价格降低 会导致一些产品的国际的售价降低 增加外贸企业的活路 但是由于结会回来的人民币 在国内是不断的降息的 不断的降息的 没有任何对外贸企业的补贴 或相关政策出台 所以这样子的外贸企业 实际上生活就会越来越来 越来越艰辛 马斯克为什么讲这个话 他就希望从中国搬离到国际上 这种不用强制结汇机制的这些地区 那么争取的还是高利息的外汇 高利息的外汇有助于这些国家企业去生活 而这些国家企业在当地 高利息的外汇产生的利益收入 足够让这些企业在保证原有竞争力的情况下 能够活得更好 这不是中国政府首创 中国政府是习惯的 大家也知道 中共其实最习惯最习惯干的事 就是用各种方式跟手段 剥削全社会的财富 现在大幅度降低大家的存款利率 不断降息人民币 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当然也有人在这里面去说 说没关系 不会的 因为现在毕竟在全世界流通的人民币数量不是很大 中国政府会拿美元把这些人民币都买回来 你说这个景象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 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 因为做外贸的数字在下降 所以外汇储备的总量还是有下降的 那中国现在全部都指着这些外汇储备产生的美元利息 来让中国整个的外贸领域 国家领域去 党的领域去赚钱 这一边它国内的人民币利息很低 它从收取的美元利息很高 所以美元利息对于中共来讲 它是自己赚的钱 它是剥削来赚的钱 你要让它把这个剥削来去赚的钱 在海外大量的抛出这些高利息的美元 购入没有任何利息的人民币 表面上是用于维持汇率 但是这个汇率能不能维持住 咱们都不知道 可是有一点 它的高息美元产生的收益就没有了 就消失了 对啊 这么高利息的收益 这个对于中共来讲是不能承受的 一方面它不知道 我要扔多少美元才可能 稳得住人民币 留在海外的太多了 一方面呢 丢掉这些美元 利息可能损失是跑不了的 所以中共干不了这件事 这就是为什么美元 对人民币在人民币单边下跌的过程中 没有办法稳得住的一个核心原因 开会可以开会 嚷嚷可以嚷嚷 说嘴可以说嘴 但是具体不管到央企 到国体 到所有各部门持有外汇 包括央行在内 持有美元外汇的相关机构 铁路警察各管一块 都要考虑自己的利益 我持有这么多美元外汇 你让我把美元外汇 一定要强制性的去海外购买人民币 那即使是对于央行来讲 它的收益就会产生巨大的损失 谁为这个损失负责 是央行行长还是副行长 这个业绩产生的亏损 到底要勒在谁脑袋上 最高的领导 谁去承担相关的责任 这个都是要扯皮跟踢球的一个事情 踢球的事情 那这种亏损责任 真的要去有人承担了 未来产生的一系列相关问题 就都没有人在底下要承担责任 大家可以随便干了 中国的机制 懂的人就全懂我说的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外贸 现在外贸刚开始 往下会有毁灭性的打击 就是我说的 随着人民币的狂跌 人民币利息的越来越低 和这种强制性的结汇机制的 越来越严苛 就是必须要求全部都结汇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进口的原材料成本 还会一直在上涨 而隐性的国内很多成本 还会在上涨 因为各地方政府都没有钱了 租金啊 延柴啊 税收啊 罚款啊 等等 加上我们现在主要客户 都是亚非拉 亚非拉这些客户 合同签署相关定了 但是有一部分客户 是不能够如期付款的 30%以上的合同 不能如期付款 所以导致你付款的美元 要被强制性的结汇 而你不付款的 尾款的损失呢 企业要自己承担 对 所以呢 外贸的衰退 在未来大家都等着 是在这个背景下 马斯克跟中国所有企业 建议的这个 提出的这个良好的建议 所以必须得说 马斯克是特别纯粹的企业家 他希望所有企业能够走好 希望中国所有参与 全世界供应链的企业 能够发展的好 而不是在中国 被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一层一层的进行剥削 好吧 今天就讲那么多 也是自己的一个小看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又听我下BB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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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